尊敬的主義同修,主義護法,大家吉祥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非常難得跟大家見個面 雖然我們很懷念我們82號的道場 特別在我們的學校能夠舉辦佛祈獎金 雖然我們經過網路的共修 但是最重要的我們能夠聚會一處 藉這個姻緣呢 簡單來做跟大家一個分享 我這段時間住在雪梨 將近要兩年了 不知不覺 所以這一段時間常常來做一個檢討 我們這一生能夠遇到淨土 特別這個念佛法門 等於給自己一個好機會 我認識了我們師父上人也經過他的教會 也有這個機會一到這個聽到他老人家 他對我們講很多關系到淨土 這一生能不能往生淨土的這個因緣啊 就是等於給自己一個好機會 哪怕是這個機會啊 有小小的機會 我們不要輕易把它放過 你要把握 你要珍惜 所謂啊 俗話講的 過了這個春 沒有那個店啊 那什麼機會呢 這個機會啊 就是告訴我們能夠脫離六道十法界的機會 而且這個機會能夠幫助我們超越六道了生死出三界 而且將來往生西方起的世界能夠圓滿 一生值得成佛 這個機會能不能錯過 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不是每一次我們有這個機會的 有這樣的因緣 如果我們好好珍惜 沒有好好把握 要等到來世 再來學佛 再來念佛 再來發願 不是每一次有這樣的幸運 遇到這樣的好的因緣呢 你看釋迦摩尼佛2500年前 在極速極孤多元 釋迦摩尼佛講盡說法有因緣的 比方說在弟子當中遇到一些困擾 大家提供出來 來問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在為大家講盡說法 或者釋迦摩尼佛遇到一些因緣 在為大家來講盡說法的 但是在極速極孤多元2500年前 釋迦摩尼佛五問之說 來為我們開這個方便法門 就是來為我們講這一部經 因為釋迦摩尼佛看到這個機會已經來了 眾生能夠相信 眾生能夠發願 將來能夠成就 而且往生西方吉德斯基這樣的殊勝 今天如果沒有跟大家來宣講 來告訴大家 那釋迦摩尼佛真的對不起大眾了 所以抓這個機會 趁這個機會 來宣布這一部經 來宣講這個法門 那釋迦摩尼佛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這個法門 為佛以佛方能究竟 因為九法界的眾生是沒辦法了解的 這句名號的功德是沒辦法的 只要你達到妙覺的果位 你才能夠明白 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確實真的不可適宜的 連等覺菩薩都沒辦法了解的 所以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 你不好好念佛 那不是很可惜了嗎 你看那個社會上 一些大人物啊 在這個社會裡面創造一些大悉悦 他們的成就 什麼樣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 因為他懂得怎麼應用 哪怕是有一絲毫的自慰 他不會放過的 那今天我們念佛也是如此啊 你看那些世間的那些大人物 就是因為這個因素啊 所以我們念佛的人最怕的一件事 是什麼呢 我們念佛的一生的功夫 最後富之東流啊 人都浪費了嘛 你還是要搞六道輪迴 那不是很可惜 你就不自作自作嗎 所以主持大的過去常講啊 該怎麼生死就怎麼生死 該怎麼六道 靠自己啊 別人管不了 只有自己才能够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最近呢 我常常在檢討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念佛 今天我們念佛遇到這個淨土 等於給自己一個機會了 那這一次機會要好好抓住 好好把握好好珍惜 那怎麼辦呢 那怎麼修呢 剛才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 我們說 念佛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的心裡真的有佛 那個才是關鍵 口中斷不斷那個不要解 最主要你的心 你那個心有阿彌陀佛 念念不捨 心裡面只有阿彌陀佛 心裡面只有阿彌陀佛 除此之外 都是放下許願 那個心很嚮往 想牽進阿彌陀佛那個心 就算你的口 沒有念阿彌陀佛 但是你的心裡面都是阿彌陀佛 那個比什麼更重要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如果我們心裡有佛 什麼障礙都沒有 如果你的心裡面沒有佛 只可在念阿彌陀佛 心裡面都是搞這些自私自利 明文利養貪嗔痴 賣魚五役六成 裁色明死碎 就算你怎麼念佛 你也不會往生西方淨土的 而且顯出來都是你自己的魔障 也沒辦法的 所以為什麼人家念佛會很發誓 有一些人念佛 感覺很累 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嗎 哎呀 好累啊 今天念佛 我真的好累 哎呀 哎呀明天不參加了 今天過了 明天不參加念佛了 休息一天 為什麼呢 心沒有在念阿彌陀佛 可在念彌陀 心虎虎亂想 那就沒辦法 所以你那個心 像什麼呢 像祖師大德 祖師大德以前 常常用一個鼻 用什麼鼻 那種孝子 那個孝子 常常想著母親 母子相憐 那種心態來念佛 但是現代我們用這種的鼻翼不恰當啊 為什麼 因為心在這個社會上 要找到一個孝子的 很少了 啊 鼻翼不恰當 但是我們可以用一種鼻翼啊 比方說 心在這個社會 每一天很多時間花在哪裡 看手機 你看我們 你看我們每一天 幾乎都時間花在哪裡 看手機啊 早上起來看手機 晚上睡覺之前看手機 吃飯看手機 洗澡看手機 什麼都看手機 你沒有去注意這一點 你用這種心態來念佛 我相信保證念佛往生西方淨土的 你不相信 你看現在這個社會上 沒有手機很辛苦的 不管你是長輩晚輩的 男女老少的 你看 一天不離開手機的 你把那個心放在阿彌陀佛 用這種的心態 精神來念阿彌陀佛 我告訴你 一下子就得救了 但是沒辦法呀 你把這個位置 能夠調換過來 像一些 一些老菩薩 他念佛念得不錯啊 他在心裡面 常常想念他的孫子 那怎麼辦呢 你把這個調換過來 把那個孫子當作阿彌陀佛念 你會成就的 像以前師父有一個護法 每天那天要煮東西給師父吃的 你兒啊 結婚生了一個孩子 以前天天都念佛 天天都會送過來 等了三天 那奇怪 把師父的本來 中午都是他供養的 三天 都沒消息的 後來 問了他們的時候 沒想到他的 他的女兒 師馬還是抱孫子 所以 本來每天都是念佛的 因為孫子生出來 每天都看著這個孫子 你看 境界一來 全部都花光光了 所以你要 一定要把這個心放在 把這句阿彌陀佛放在心裡面 只要你心有佛 無論你在哪裡 在一切處一切事 那你會成就的 所以有人啊 師父 最近有人問我 師父 弘法立生該不該做 該去做 師父到常 需不需要幹 如理如法的 能夠來 提倡政法 來推廣政法 讓眾生能夠獲得利益 將來經過這個修行 念佛往生西方解釋世界 該不該做 該不該見 應該見 但是你不能把這些 放在你的心上 所有的雜事 你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你要怎麼做 隨緣而喻嘛 隨緣而作嘛 隨喜功德嘛 如果你把這些雜事 放在你的心上 然後把你阿彌陀佛放在第二位 那將來也變成你的障礙啊 你不能往生西方淨土的 那真的耶 該來為大眾服務 我們為大眾服務 該弘法 我們來弘法 所以我們出家人法師 就是以這個為本 有機會我們就講盡 沒有機會我們就念佛 有機會來為大眾共信 我們就為大眾共信 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 有一分就做一分 有兩分做兩分 有十分就做十分 其他的許願 通來不放在心上 你這樣的修持 你這樣的修行 每一個人都能夠成就的 但是我們拼拼沒有這樣的做 拼拼每一件事尖尖計較 每一件事常常去牽掛 變成自己的障礙 因為佛號念不起來 那我們真的很可惜 好多人念佛到最後 沒辦法往生西方淨土 就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障礙了自己 錯過這個機會 人天福報 那個不究竟 尊敬的這位同修大德 真的不究竟 師父認識一位居士 我非常讚歎這位居士的 我常常告訴他 你已經把釋迦牟尼佛的 精華的佛法已經聽到了 他喜歡做慈善 特別 只要有人要見孤兒院 要見老人院 他一絲好話也都沒有 他會盡量去阻止 出錢出力 他一定要去幫忙 他喜歡做慈善 那有一次呢 他們夫妻請我去吃個飯 然後我帶了幾位幹部 那幾個幹部問他的太太 他說你 不得了 你能夠出錢出力 為大眾服務 那功德無量 將來得人天福報 那不得了 他是怎麼說的呢 就互相鼓勵了 我非常讚歎 金錢都是身外置物 生不帶來也是不帶去 能夠想盡辦法 盡心盡力去做 但是我不求人天福報 人天福報是不究竟的 因為他也是一個念福的 把所有的功德 通通回向虚空法解 回向西方解的世界 只有一個願望 將來能不能往生西方解的世界 那個才是關鍵 你看我們這個人間最大的福報 生在帝王之家 做皇帝 最有福報的 但是你想一想 過去唐朝李世民 做過皇帝 最後呢 他的狗報都在哪裡 他都在地獄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 事故全世的因緣 他到現在還在地獄 因為這個因緣 他今天在脫離這個地獄的事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四殘天的人 那個四殘天的福報很大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 臨終的時候 壽命到了 都是往哪裡走的 山土啊 釋迦牟尼佛在經典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會剁在山土 業力嗎 業力先遷 哪一個業力強 他先收哪一個國報 那為什麼呢 業力沒辦法化解 沒辦法消失啊 為什麼沒辦法消失 因為都在阿賴也是 裡面藏住了 當他的福報現前 壽命現前 隨著業力去走 幾乎都是往山土的 所以你說 遠天福報好不好 好 但是不究竟 最究竟的就是什麼 不要去享受 把這個福報供養一切眾生 將來通通回向到西方幾德世界 你到西方幾德世界 那個才是真正的享受你的福報 而且 你能夠做得了主 在六道裡面 你生哪一道 你都沒辦法做得了主 沒辦法應宅自己 主宅自己的命運 唯獨在西方幾德世界 你才能夠主宅自己 自己能夠做得了主 所以尊敬的 這位同修大德 有這麼好的應援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來珍惜 你還要搞六道輪迴 這個真的一次啊 不是一次了 真的是一次了 這個就是我這一段時間 這兩年 住在雪梨 做了一個很大的思考 檢討 如果這一生 如果不好好來用功 好好珍惜 這麼無比速勝的應援 那真的很可惜了 真的很可惜 你看那個張善河 唐朝的張善河 以屠牛為業 造了五逆十二 本來呀 果報是堕在地獄的 那臨終的時候 看到這些牛頭人 要來跟他討債 而且這些牛頭人 跟這個張善的講 這個牛頭人喔 跟張善河講 他說啊 你傷害我 為了你自己的事業 你傷害多少人 我們現在要跟你逃債 逃債還著 逃命還命 你看到這樣的 你講一講 心裡會不會恐懼 你恐慌啊 但是他沒想到 你看 他自己本身 請他的太太 能不能請一個法師 來到家裡 來為我讀誦 為我祝念 我真的太害怕了 沒想到 他有這個福報 把法師請到家裡 法師看到這樣的情景 就告訴他 他說什麼 如果有眾生 做不善業 應多惡道 自行 聚足使念 請念阿彌陀佛 除五八十一切 生死之罪 即得往生 極樂世界 你趕快念阿彌陀佛 只要你念死神 只要你肯相信 你真是有阿彌陀佛 你要好好念 左手拿著香 右手拼命地念阿彌陀佛 沒想到 才念三聲 就告訴大家阿彌陀佛 來了 我現在要跟著阿彌陀佛 去了 那機會嘛 今天 如果他沒有遇到這個法門 沒有機會遇到這個 因緣 他只有兩條路 一個 剁在五間地獄 第二 為什麼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他有上根 他選擇 老實 清晃 沒想到 脫離 忤逆十二之果報 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這一種非常難得 所以早上跟大家講過 無論什麼樣 我們必須要知道 具足上跟福的因緣 臨終懺悔 就算你念十念佛號 你都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但是這個十念裡面 你必須要符合三個條件 如果這個三個條件 你沒有符合的話 你就沒辦法往生 就算你念了多少念佛 你也沒辦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那第一個條件是什麼呢 你的頭腦清楚 不迷惑不顛倒 很多臨終的時候 頭腦不清楚的 真的啊 臨終的時候 業力做主耶 你看我們做大迴箱 不是常常在唱嗎 因我臨終無障礙嗎 你看現在我們念佛 好像感覺不錯 只是因為我們的業障還沒現前 業障現前 有時候抵不過 那第二個是什麼呢 有三次事來提醒你 提起這個正念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疫情 你看 一個人臨終了 他需要人家來祝念 沒辦法啊 靠念佛記啊 靠著家屬啊 如果家屬念佛的 如果家屬有學佛 如果家屬沒有學佛怎麼辦 所以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去培養的 不要等到臨終的時候 我們才來培養 來不及了 那第三個的就是信心堅定 示好懷疑 願意念佛求生极樂 你就能夠有機會往生西方极樂世界 除了這個 我們是沒辦法的 所以尊敬的注意同修大德 像張善和這樣的例子 千萬人中難得其一啊 真的難得其一啊 像張善和這樣的例子 一萬人中啊 非常難得能夠得到有像一個人這樣的 一萬當中 所以 所以真的啊 念佛 是在生活裡面去培養的 不是在臨終培養的 在臨終培養的 那個 如果上跟福的因應都不記足了 那真的沒辦法 所以 五量塑精最後 告訴我們 我們看下面的經文啊 所以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啊 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今天有沒有發菩提心呢 有沒有 有 但是不是很明確 我們這個心理已經發了 但是不知真正的發菩提心 真正的發菩提心是不退的 他不會退的 無論多苦 無論多難 一起阿彌陀佛 從來不放去的 我們有時候有退有轉 有退有進啊 所以在這個地方 修行真的很難 退得多 進得少 不但進得少 有時候甚至於 連進都沒有 天天墮落 天天退步 所以 自己沒有給自己的一個 定下來的功課 那容易退轉 隨著自己的喜氣 將來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念佛不是消極的 像張善盒那樣 所以在這個地方 做一個提醒大家 真的 遇到淨土等於給自己這個機會 你不用錯過這個機會 你明白嗎 非常難得 所以最近 常常跟我們印尼的那些 同修們 一些法師 講講話 要記得 我們的初發心很重要 我們的初發心是什麽 初發心就是要了生死的 是要超越六道的 這是我們的初發心 不忘初心 那個比什麽更重要 常常提醒自己 你做任何什麽樣的事情 哪怕是你為大眾服務 為一切眾生來服務 就算你今天在哪個地方 來為一切事 一切人 一切物 用你的生命 你的時間 來貢獻 來貢獻給一切眾生 但是你的初發心 不能忘 不忘你的初發心 那這個才是比什麽更重要 好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有這個機會 因緣念佛 來互相的提醒 非常難得 我們的生命 只是短暫而已 只是短暫而已 現在啊 所有的萬物 只是借格 暫時借給我們用的 時間到了 該走 你該走 什麼都帶不走 所以 記得 不要把這些 把它看得太認真 海鮮老丈常講 那啥都是假的 哦 生不帶來 死不帶去 虛遠就好了 虛遠而遇 學習功德 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最重要的 放在你的心上 就是這句阿彌陀佛 除此之外 什麼都沒有 只有這些阿彌陀佛 那你只是我們講的 世界上最有福報的人 就是你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搞六道 我們不需要搞六道 我們要超越六道輪迴的 欣賤阿彌陀佛 比什麼更重要 不是迷信 也不是消極 但是這個是我們的夢想 我們的願望 不要再 在這個六道輪迴再受苦了 剛才已經講 人天福報 那也不是究竟的 那也不是究竟的 所以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希望我們將來 能夠同生 極樂果 謝謝大家 祝大家吉祥 祝大家身體健康 老實念佛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狂